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城县一日暴增91例新冠病例 但是县政府仍然否决强制戴口罩的新闻 城县在4月8日暴增了9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全县确诊病例数突破1016例 此外 城县还报告了两例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 累计死亡人数达17人 新增两起死亡案例中 一个人超过65岁 另一人介于45到64岁之间 单日新增91起确诊病例也创下了城县疫情爆发以来的 第二高的单日确诊数 最高记录是4月1日的104例新确诊病例 城县卫生局表示 该县所有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中 大约有59%超过45岁 全县目前有99人住院 其中59人在重症监护病房 数周以来 随着新冠病毒的扩散 城县官员一直在为住院患者可能增加的情况做准备 除了提高现有的医院能力 该县还一直在争取医疗看护设施 例如位于Costa Mesa市的Fairwell发展中心 根据加州和联邦卫生官员的指导 城县现在也开始建议居民在外出时戴上口罩 遮住口鼻 但是城县推迟了强制执行该项建议的做法 虽然临近的河滨县以及San Bernardino县都已经开始实施 城县督察委员会副主席提出了要求 但是城县官员拒绝了强制规定药房 超市 食品业等商家的员工 在工作时戴上口罩或者以布巾遮住口鼻 圣地雅各县以及洛杉矶市都已经宣布了类似的命令 不论是商家员工或者是消费者都应该要戴上口罩或者遮盖物 据城县督察韦格纳表示 监事会成员都没有医学学位 我们应该跟随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 下面来关注一下洛杉矶交通局全面减少公交班次的新闻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洛杉矶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宣布 将会从4月19日起进一步减少轻轨和巴士的班次 洛杉矶大都会交通管理局宣布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严重 从4月19日起洛杉矶轻轨将减少10%的班次服务 并开始每天按照周日的时间表来提供班次 交管局表示 虽然会按照周日的时间表来通勤 但是为了便利民众 交管局会适当增加平常周末不提供的快速班次服务 轻轨部门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考虑关闭有多个入口的车站出入口 但是所有的车站都将保留残疾人通道 交管局强调 减少班次是为了减少公众之间互相接触的机会 这些接触点必须经常清洗 比如扶手和电梯按钮 减少班次后 轻轨的工作人员将会集中精力保持车厢的卫生 此外 交管局还表示 巴士将继续采用后门上下车的方式 以保持乘客和巴士司机之间的距离 下面来关注一下好莱坞Burbank机场只开放A航站楼的新闻 好莱坞Burbank机场官员宣布 从4月10日下午6点起 所有起飞降落的航班 售票柜台和行李服务以及安全检查 只在A航站楼进行 根据了解 Burbank机场将会在其他航站楼外张贴提醒标识 引导乘客前往A航站楼 同时 该机场目前停止在线停车的预定服务 但是从Burbank机场起飞需要停车的旅客 可以选择在E和G代客停车场来停车 此外 机场已经加强了卫生防御工作 管理人员以消毒液清洗机场等候区的座椅 同时将独立式洗手液放置到几乎每一个开放的角落 和人行道上供旅客来使用 目前从Burbank机场起飞的有7家航空公司 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 机票预定量呈下降趋势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这7家航空公司或将减少航班数量直至疫情结束 机场的负责人表示 Burbank机场将会根据新冠疫情的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调整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蝙蝠侠之后闪电侠也要换人的新闻 华纳兄弟影业的DC超级英雄电影宇宙 最近两年才凭借神奇女侠和海王起死回生 万万获得票房和口碑的肯定 而诸如盖尔加朵 亨利卡维尔 杰森莫马 艾兹拉米勒等演员各自扮演的超级英雄角色 也都被观众所认可 不过昨日传出消息 称片方正在考虑换掉艾兹拉米勒 找新的演员来出演闪电侠 目前片方并没有就这则消息公开表态 不过超级英雄中途换角也不是第一次了 观众熟悉的本阿弗莱克版的蝙蝠侠 如今就已经改由罗伯特帕丁森来出演 一段艾兹拉米勒掐女生脖子锁猴的新闻在网络上曝光 艾兹拉米勒遭到了大量的批评 随后就传出闪电侠要幻觉的消息 根据外媒的分析 负面的新闻不至于让艾兹拉米勒丢了角色 只不过是华纳本来就有重新规划 DC超级英雄电影宇宙的想法 并打算引进另一个闪电侠 沃利韦斯特 目前闪电侠独立电影还处于开发阶段 IMDB上标注的上映日期是2022年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Disney Plus付费用户破5000万 有望超过Netflix的新闻 Disney Plus上线仅仅5个月 宣布付费用户破5000万 有望超过Netflix 早先迪士尼公司曾经公布 截至2月3日 Disney Plus全球付费用户2860万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新增用户达到2100万 Disney Plus在半个月前 在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法国和瑞士上线 4月3日在印度上线 不到一周就吸引了800万的用户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请您一定要待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 给您的订阅 给您的订阅 给您的订阅